臺灣臺灣激進 能夠壯大 能夠路過這次的罷免難關 臺灣民主繼續向前進 今天就是因為還是要繼續走 那腳的狀況還OK嗎 每天都這樣 早上起來比較正常 然後走一陣子之後 腳不舒服 所以早上都正常 不過要謝謝 今天的天氣跟前兩天 提起來兩爽很多 那再加上我們也有一些 路線上的減跑 過去 像昨天跑去爬山 前四天爬了三天山 所以這個 村莊與村莊之間的移動 可能會修正成 用其他的方式來進行 很累的時候你就沒有力氣去 跟人家爭鋒相對 在政治的舞台上面 我想 他的初心應該就是為民眾服務 然後跟民眾在一起 然後其實我一直很喜歡 在地方跟大家走走聊天 只是說像這種行程 我們已經整整做了六百天了 只是以前不是用走的 以前一點對點之間 我們其實那個過程是沒有通的 所以比如說我記得有一間餐廳 我大概去了五六十泡 那餐廳隔壁的人不認識我 所以我沒看過我 那既然這樣我們就下來用走的 讓大家知道 我相信這樣子的做法可以 一方面讓團隊思考 重新有一個新的不同的思考方向 另外一方面也讓大家可以看得到我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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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家小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